大家好,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可能都看了上一集图有秀大会啊 我们上了那个节目 虽然上了节目 但我们不是那种上了节目以后 就一个劲地看这个节目的人 我们只看自己的片段 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打开了弹幕 想看一看网友对我们的表演 都有什么样的评价 都有什么客观的暂时 然后就看到 大部分的弹幕都指出了一个问题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我就很烦这种弹幕 看个脱口秀 弹幕全在刷脸更大 还越发越多 越发越多 把我小巧的脸都挡住了 当然挡不住他的 当然也有弹幕不这么说 他们非常有礼貌 说话一点都不阴阳怪气 他们说 两个都挺好的呀 但为什么左边的这个 站得离尽头更近呢 我觉得吧 你看脱口秀你就看呗 你管人脸大不大 又不影响你看脱口秀 除非真的大到影响你看脱口秀 看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想 这哪里是双胞胎呀 这一个比一个大呀 这是套娃吧 所以做完节目 有段时间我就很怀疑自己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去瘦脸 这样跟他更像一点 所以他就不吃外卖了 他开始自己在家里做沙拉吃 结果我们吃沙拉 吃了整整三个月 发现吃沙拉对脸变小 真的有用 我的脸缩小了 我的脸也缩小了 那开始减肥以后呢 我就发现 我吃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但是成分越来越少了 买杯酸奶不是无糖的 就是低脂的 上次我看到一块代餐饼干 上面直接写着 无糖 无盐 无油 无脂肪 无碳水 无能量 我当时就打给了宇航局 说我找着了反物质 老龙肯定很喜欢他们 我们还关注了一些时尚公众号 自从关注了他们 我就觉得自己身上的毛病 越来越多了 比如现在夏天到了 我只要随便打开一个 就会看到上面在说 大家都开始脱毛了 你不脱吗 人家的小腿都光溜溜的啦 只有你还留着胡子 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推荐 各种美容衣 什么微电流美容衣 激光脱毛衣 乱七八糟一大堆 那这种东西我们都是 一看就知道 怎么可能有用嘛 我买来试试 所以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对着镜子 先垫自己半个小时 再烧自己半个小时 为了美一点都不觉得疼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哦 原来垫的是她呀 那这种文章看多了 你就会觉得 好像女孩子身上有毛 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尤其是叶毛 好像男生只要看一眼 就会头晕恶心想吐 叶毛要是这么能让人难受的话 女孩干嘛不用她来防身呢 平时要走夜路 就提前假好 碰到了坏人 坏人说 你不怕我吗 我说 你不怕尴尬吗 我们俩现在生活和工作 都在一起 其实我们俩经常会吵架 每次她来说我的问题 我就转移话题 说她的问题 我说今天你怎么又没刷碗呢 我说那你昨天还没刷鞋呢 那我还没说你乱放牙刷呢 我找不着你牙刷怎么刷鞋呢 不过现在我们吵架吵多了以后 我们俩都成熟多了 现在我们要是再吵起来 我就会说 等等 我们先不要吵 我们先冷静下来 我说 那你先从桌子上下来 那麻烦你先把桌子放下来 有一次我气得不行 我去把我妈找来 我说 妈我不要跟她这个人注意气了 她这个人太倔了 我妈她不会当面说谁 她会把她拉到一边 然后悄悄地说 哎呀你不要跟她计较嘛 演乐这个人是有点缺 我说 妈我是演乐 哎呀我就那个意思嘛 你就让着点妹妹嘛 妈我是妹妹 你们俩不在一起 我看不出谁脸大呀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今天讨论职场 结果这一组12个演员 只有我们俩是女的 感觉这就像一场行业大会 请了一群男演员 来抱怨他们在职场奋斗有多难 也让我们俩进来了 因为他们缺两个礼仪 我们去年在节目上讲反对外貌焦虑 胖瘦单眼皮都很美 讲的眼睛里都泛出了泪光 因为我们贴了双眼皮贴 过敏了 贴双眼皮这些东西特别麻烦 所以我每次要比男演员早起两个小时过来化妆 我们俩还必须用同一个化妆师 我化完了 我才能化 每次化妆师化完 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都有一种游戏没存档 电脑自动重启的感觉 我就不想在化妆商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有一次我就跟他说 我想去割一个双眼皮 我说你不要这么随便的动我的脸 我说我又不是动你的脸 你动了我不就得动吗 我们俩的脸连动啊 我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割嘛 但我不想割呀 我觉得你想割 只是因为看多了街上的整容广告 我说那我割你不割 我们俩走在街上就是一幅整容广告 其实我们俩现在就可以演一个 整容广告上的前后对比图 因为你们发现没有 那些对比图变化最大的 是心情 整容前 整容后 所以他就一直想拉我陪他一起去割 因为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做手术没有人陪 但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是 一个人做手术只是为了陪另一个人做 后来有个男同事听说我们想割 他叹了口气说 没想到你们俩会在乎这么肤浅的事情 但我们不割 他也不会说我们深刻呀 感觉一个女人打扮 是肤浅 不打扮 是没礼貌 许之远 不打扮 是没礼貌 且深刻 我们也没有办法 好像所有女人工作之前都得变美 连我们小时候看的动漫里的女主角 百变小英美少女战士 他们连打人之前都要变美 他们的变身就是化一套全装 为什么要在打之前化妆呢 不应该等被打死了下葬之前再化吗 完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美少女战士变身都要变出高跟鞋来 就好像高跟鞋能让女人变强 上班要穿高跟鞋 战斗要穿高跟鞋 感觉如果第一个登月的宇航员 是一个女人 她都得穿高跟鞋登月 她在月球上宣布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红底鞋市场拓展的一大步 所以我们就特别羡慕同行的男演员 因为他们可以不喜欢化妆 他们可以跟化妆师说 不要给我抹任何东西 给我喷点水就好了 一个真男人的脸上 只能有汗水 疤痕 和重型机关枪留下的弹坑 什么 什么 为什么这么狠呢 莫名其妙 人太好笑了 那些最男人的社会大哥 他们一点都不怕被刀砍 他们只怕被刀砍的时候 被一刀割出双眼皮 所以我们会害怕在职场上被当成白色 被当成一种用来增添美好氛围的女性香薰 别人当脱口秀演员 我们当礼仪 别人说一大段脱口秀 我们说 所以在职场上化妆和高跟鞋都没有给我们力量 真的给我们力量的 是我们自己和我们都喜欢喝的经典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接了广告就知道事业才是力量 谢谢大家